好了,那是不是由志及興呢? 我們講講這宗新聞 這個標題真的見臭 70年最臭 一月出口跌四成 跌四成 其實我之前都... 因為11、12月的時候都跌到全家產 那時候也跟大家講過關於香港出入口的問題 香港出什麼口呢? 香港出什麼口呢? 痴膠花 以前的塑膠 中標當然不是 香港當然是沒有什麼製造業 再沒有什麼製造業 主要就是兩件事 第一 就是中國很多貨物就經香港出口 為什麼經香港出口呢? 就是... 因為可能是... 因為香港是做轉口的嘛 香港最強勁的就是做轉口的嘛 那你很多的公司就來香港那裏採貨 是吧? 然後就只不過... 就是前舖說好居 中國就... 製造業 然後就經香港出口 這是第一 第二呢 那些貨物就經香港進入到中國那裏 那包括就是一些原材料 還有一些被制裁的一些... 配半導體啊 科技啊 晶片東西 那你不能夠直接... 入口中國 就經香港進去 那兩邊都有的 但是上年11、12月開始跌跌跌跌跌跌了 那誰做這些生意呢? 當然是貿易啦 是吧? 李嘉誠 是吧? 就是... 在他發為的時候最厲害是... 搞什麼? 貨櫃碼頭嘛 是吧? 香港的出入口貿易 trading 是佔香港GDP兩成 香港的GDP分開幾塊的 就是... 你說金融業的話就兩成 貿易相關就差不多兩成 然後金融... 金融... 就是... 金融產品那些就差不多兩成 金融服務也有一點不同 譬如會計那些什麼 也有差不多兩成 所以貿易是非常之重要 非常重要 那你有眼看吧 為什麼呢? 為什麼出口會暴跌四成呢? 就看看原因 他這樣解釋的 他就說... 港府發言人表示 受到全球需求疲弱 全球需求疲弱 不是很難看到的 如果全球需求疲弱的通脹不會六七八個巴仙 為什麼通脹會六七八個巴仙呢? 就是你的東西買貴的嘛 那為什麼有人買貴就有人買東西 那東西就貴了 六七八個巴仙 是不是? 第二 美國一月出口 還有入口 是增加三四個巴仙 那為什麼會需求疲弱呢? 以及今年農曆年較早 農曆年較早的因素都說出來 你不如說因為地上是硬了 導致出口明顯下滑 你不是... 你選明顯下滑 一跌四成 一跌四成 你說好了的柔智及興呢? 說好了的哈佬香港呢? 說好了的開心香港呢? 但是不要緊的 他說預期中國經濟加速成長 好我就看看你怎麼加速成長 加上香港與中國之間的跨境陸路貨運限制撤銷 應可以緩減部分壓力 這就是柔智及興 好我們繼續說回秦江的回應 他就說 各國人權發展應該按自身的情況走自己的路 照抄別國模式就會水土不服 反對有國家到處充當人權教師 人權不能夠成為干預別國內政 壓制別國發展的藉口 這樣 第一件事 他沒有干涉你嗎? 他只制救財利而已 他不跟你做生意而已 他就不跟你做生意了 他干預不了你 他有沒有叫你共產黨不要做? 他有沒有叫你選過第二個主席? 他有沒有叫你主民... 他現在還沒有叫你行民主? 他沒有說 對於香港來說 但是對於香港來說 喂 那他有權 希望你 遵守你的承諾 那你不做 那他就說我的話 是嗎? 沒有事的 既然你說他不要干預你的內政 你也不可以干預他能夠說話這個內政 是嗎? 好,他說 各國隔守聯合國憲章 你就最不遵守 如果你說聯合國憲章 現在俄羅斯不違反聯合國憲章 那你又沒有譴責他 你還跟他是 關係堅如盆石 算罷了 中共 你說這些承諾 你真是笑死人 OK 好了 港共政府也發稿回應 他就說 有關港版言論 人屬屬屬 政治抹黑和歪曲事實 當然啦 很厲害 他說每個國家都有維護自身國安 英國都有大量法律 你為何跟英國比呢? 第一,英國有國家 第二,英國有民主 第三,英國有自由 你為何跟英國比呢? 他就說 本港的執法部門一直依照法律 根據證據採取執法行動 哦,這樣嗎? 我們見了很多 咦,我想請問 那四個警察 作假證供又算是甚麼呢? 這算是甚麼依據 甚麼證據呢? 我又想問抗球 避控強姦 然後,為何又沒有依證據執法行動呢? 他離職 我又想問這個 那個 我忘記了 抗甚麼字 抗英 我忘記了 他是通緝犯來的 那為何又沒有根據證據 採取執法行動呢? 真是奇怪 我和政治立場背景無關 哦,OK 好了,如果你是說依據證據執法行動 即是說依法 那我想先說說 兩宗案件 就是申請刑期上訴 這兩宗案 兩宗案 現在很多判刑了5年以上 判刑5年以上 我之前也說過這些案件 現在關於刑期的爭拗是甚麼呢? 假設你判了5年 那我認罪就扣3分1 又或者其他原因 總總就有些減刑的因素 譬如說不夠21歲等等 等等之類 或者有人求情 但問題呢 原來國安法其中 有一條條文 就說至少要坐5年 所以令到現在有幾宗案 判了減刑後 不用5年 都要坐5年 現在兩宗案都在上訴 其中第一宗案就是呂世宇案 就跟大家說說 呂世宇是25歲的理大學生 他涉嫌在網上賣胡椒槍 以及發佈港獨的文宣 他認罪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認罪之後判刑3年08個月 但是控方說案情嚴重 最低要5年 那就坐5年了 他就上訴了 上訴 之前就被高等法院駁回 上訴庭就說 如果案件屬於情節嚴重 判刑應該有下限 普通法的原則就不適用了 現在他就申請至終審法院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批 如果有情況 大家聽著這句話 如果情節嚴重 普通法 情節嚴重 判判刑有下限 普通法的原則就不適用 我將一些key words抽出來 就是說 如果案件是情節嚴重 普通法的原則就不適用了 我想問一下 什麼叫情節嚴重呢 煽動國家機密 情節嚴重 誰決定那件案情否情節嚴重呢 那個循環是這樣的 你一用國安法拘捕 一定會被告進去 一定會被告進去 那誰決定用國安法拘捕呢 他喜歡怎麼告就怎麼告 你拖到屎 就說你分裂國家 他不需要說證據 就是說你犯了國安法 你就犯了國安法 你就情節嚴重 情節嚴重的話 所有普通法的原則就不適用了 普通法 我們是講案例的 以我很粗淺的法律認知 為什麼我們讀得這麼辛苦 因為我們不是根據條文 我們根據案例 因為條文是死的 不斷用新的案例去更新案情 這是普通法的精神 譬如我們根據這個法例 你怎樣怎樣怎樣 根據這個案情裡面 你打死人 可能你會有罪 你會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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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不能夠不斷更新法律條文 你會不斷用案件 去作為一個指引 這就是普通法的精神 以我很粗淺的理解 普通法原則不適用 那怎麼辦呢 他說情節嚴重 普通法原則不適用 說真的 在很多情況下 香港的法律精神都沒有了 可以沒有陪審團 不允許司法覆核 可以不斷被保釋 現在連普通法都不用 那你想怎樣就怎樣 對吧 那我又回到 首先香港政府說 根據證據採取執法律 本港執法部門一直嚴格依照法律 然後你是可以說不用跟普通法律 那你依照什麼法律 不要騙人 香港講法治講法律 不要笑死人 這件事 但是你也不需要跟我們爭辯 你覺得金法就是金法 那些錢走 那些錢走就去新加坡 然後 現在歐美就把資金抽走 不投資在你中國和香港那裏 你騰訊的ESG扣分 你會不會整個中國ESG都扣分 整個港股都是中概股來的 全部ESG都扣分 那些錢就繼續走了 咦 但是今天港股升 那你就買多一點 我亦都不會跟你爭辯 港股我不會看 他有權升到十萬八千點 可能可以的 有什麼所謂 說真的沒有所謂 我寫而已 我按數字 你按十萬八千點 你吹夠我一掌嗎 那我就立刻賺錢 你想按錢走嗎 不行 遲些你買股票 你不一定馬上買了可以拿錢走 你不要覺得我偽然爽定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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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